來 全台灣最好吃的綠竹筍在哪裡? 在觀音山 那觀音山最好吃的竹筍在哪裡? 在這裡 旗甘湖 對 土筍 它要冒出土 冒出土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現象 其實應該講是三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叫做裂縫 裂縫 會有裂縫 就是你東西 你看它要冒出土的時候 它會把土撐開 所以會有裂縫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找裂縫 那第二個 它會有露水 因為筍子要冒出來的時候 尤其在早上 它是會有露水 所以要冒出來有筍子的地方 那個地方會濕濕的 會濕濕的 對 那個地方濕濕的 所以那個也會有竹筍 另外一種就是說 它已經直接冒出土 你就看見它已經露出筍間了 可是那個品質就比較不好 可是今天我們 不太幸運 剛剛下的大雨 所以 裂縫不見了 裂縫不見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那就認真找 眼睛張大一點 我們就認真開始來找 來找雨後吞筍 對 哇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你看 它是不是直接就冒出來了 筍間你已經看到了 真的 它出來就是綠色的嗎 對 因為它已經冒出土 它變成 跟太陽光合作用之後 它會變濾掉 那濾掉呢 它會產生一個化學成分 它變成會有點苦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你在菜市場去買啊 我說買回來說會苦 採 我們就是找這個 這個 當然是 我們從這個 比較肥大的啊 比較成熟的啊 你看像這個 這個就比較小一點 那是之後再把它 摁回去 還是要採收 這個就是每個 這個筍農 他們會 我們會去判定 就是說到底 我是要把 摁回去呢 附土回去呢 還是我要採收 當然我會判斷 比如說像這樣的 這個 像這一隻有沒有 這一隻比較小 這一隻採收起來 應該差不多 兩米 其實應該還可以 還算可以 當然最好是這一隻啊 這一隻 好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 適當的這個切割點 不過當然要經驗啦 它是有一個 Mega在的 對對對 對 這樣子 你看 所以 為什麼我們用圓月彎刀的 就是說 你盡量要把 保持這個切割面 乾淨 不然你到菜市場的時候 你在賣的時候賣相不好 賣相不好 賣相不好 所以呢 菜市場的這個 伯伯媽媽 或是這些 這些小姐們 他就會要求 你在賣的人 你就是要 把我削掉 把髒髒地方削掉 對 那損農就 是不是就損失了 對啊 為什麼說 我們在割的時候 要把這個刀子 你看 我們盡量 盡量把它切乾淨 擦乾淨 那切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要把這個 這一面 切割面 這樣子 很漂亮 對 這個就很漂亮 不過這一支就有點 已經有點綠了 光合作用 嘿嘿嘿 那這一支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對 那其實這個 這個都可以採收 其實你不要看這個 像這種 這個小小吃這個 這個很棒 這個來煮什麼 煮那個 竹筍粥 嗯 超好吃 是因為要小的 會比較甜嗎 還是 它比較嫩 對 比較嫩 對對對 好 那這一隻 這一隻 其實也可以 其實通通可以採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好啊 我來試試看 你看 比如說 你看竹筍 它是 它是這樣的 這樣的生長方向 那你就要在對象 你要站在對象 來下刀 所以它現在長這樣 對 你站在它的對象 對 不然你假如在那邊的話 對 那個手 嘿嘿嘿 好 來 來 啊我現在就是 直接從這裡下刀就好 欸 你 這樣子 對 好 要這樣子 來囉 欸 我是Mega不對嗎 再來用你一點 欸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來了 前面 對 漂亮 OK 好 那你看它後面還有一隻 最後面還有一隻 哇這都埋在土裡完全沒 看不出來 對啊 對啊 來 那我們就放在籃子裡面 來 放在籃子裡面 你看這個放在籃子裡面 也是有學問的 就是因為你看我們剛剛那邊一直保護它的切割面 所以我們擺又就這樣這樣擺 喔槽外不要再碰到了 對對對對對 不要讓那個切割面弄髒了 一般我們的竹筍生長溫度 25度以上 25度以上 最低溫度 只要25度以上 其實它竹筍它就一直漲 那一般我們的竹筍的產期 一般有兩水 兩水是什麼 兩水 我們第一水 差不多是端午節前後 端午節前後 差不多10天 對 這個叫做大孫期 大孫期 就是說 你這個竹子 然後它就會長 它一邊平均它會長 差不多3到4隻 就是一隻竹子 一邊3到4隻 那你看一隻竹子 它會長6到8隻的竹筍 所以它這樣子只會有可能是兩邊 對對對 它兩邊都會長 那你6到8隻的竹筍 然後你在6月的時候 你把它採收下來之後 那你 比如說你看 這個筍頭 你只要採收下來之後 它旁邊 它旁邊 繼續長 所以旁邊會繼續長出來 不是這個竹筍 這個竹筍是母竹 那開始漲 它就看著 比如說漲一邊各漲 很多人很好奇說 你們冠英山竹筍到底有什麼東西好吃 我跟你講 因為當然這個竹筍 不外乎就是說 土質氣候 陽光 水分 那這邊 因為以前 它是這個 我們的地質 是這個 火山地質 然後以前這邊還是這個 叫做大胺溪 古興電溪的一個出海口 所以這邊的土質 就是沙子狼土 然後這邊呢 這邊的這個環境 這邊是丘陵地 所以這個日照很充足 所以水分涵養很適中 所以這邊的竹筍 產出的竹筍最好吃 因為這個細嫩又甜 所以像每次這個比賽 不管是我們這個農會 新北市 或是這個北部整個這個 淘改場的這個竹筍比賽 這邊幾乎都是得名 然後呢 包括 包括這個 之前這個 國宴筍 也都是由社區這邊來提供 這個我們的竹筍 好 那很多人也會很好奇說 得筍 那到底 為什麼我買回去的竹筍 都不好吃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要告訴各位 其實竹筍很重要 它就是鮮度 新鮮啦 你東西要有漆 有漆就好吃 第一個就是說有漆 第二個就是說 產地 你到底是你買到哪裡的竹筍 北部的竹筍 它就是細嫩 然後鮮甜 當然大部分人家說 這筍就是 就是 根部大 彎彎的 不要粗青 基本原則這樣當然沒錯 不過要告訴各位 像這樣的竹筍 一斤 百五塊 一斤一百五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想來 夏天啊 吃個沙拉筍啊 對不對 很清爽對不對 你這一盤 你光竹筍 一盤 你可能要花兩斤 你只有沙拉筍 你就要花三百 預算不夠的時候 其實你即使是買這種 比較小隻的 一樣很好吃 可是就是說 你要會料理 你要處理 你不能處理 你就來這裡 來我們新北市 五股的時間有農場 這補筍讓你吃到 最好吃的得筍 還可以讓你體驗採竹筍 然後這個社區呢 也有很多步道 可以讓你去走一走這樣 然後我們假日 也都有免費的導覽 歡迎大家 有空 多來我們社區 來這邊 來體驗一下 我們的社區的環境 很好的環境 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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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